午餐时间 位于槟城商业金融区的一家新开张素食餐馆 人潮永永 大家品尝着健康美味的素食套餐 负责人郭玉云亦在推动素食 同时也捐献爱心 把餐馆守十天所得 悉数捐献刺激 从心里发出来就是说 我想要把这十天赚的钱 全是交出来而已 就捐给它 就捐给直接 由于餐馆的地理位置 靠近槟城最古老的码头 也是古迹保护区 餐馆的内部装潢 简朴舒适 墙壁依然保留原始的砖块 桌椅都采用竹制 员工的制服以绿色为主 向顾客宣导环保 提倡大家素食 然后因为这边是靠近好多办公室 吸引更多人 然后再来这边除了用餐之外 还可以享受一下 土地的美 我们用的多数是这些 主作的桌椅 提醒大家所环保 餐馆的一角 竹架子排列着 禁思人文产品 其中包括环保餐具 香肌面 饭等等 还有禁思雨 虽然禁思书宣滨城店就在附近 郭月云仍要推荐禁思人文产品 我不能够出来做慈祭 所以我就是以这样来开餐厅 来然后把钱捐给慈祭 做慈祭 源自于对慈祭的肯定 响应正言上人的呼吁 郭月云心中有爱 且有法 将爱地球的心 化为推动素食的动力 再把善念化为爱心 素食减叹 清流循环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槟城综合报道